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学报老师 我们来看九年级上学期Lesson 1第一课的文法 我们这一课主要是在学现在完成式 Have you ever tried fortune cookies before? 你是否曾经尝试幸运铅饼叫fortune cookies before? 好,那这边这个课文句里面我们观察一下 它其实呢是由一个动词叫做have 那你说老师不对吧 那个try尝试才是动词吧 No,在文法的概念上面 这个try的它类似形容词 它并不是一个过去式 它是一个过去分词 那永远记得只要是现在分词ing 或是过去分词加ed 它这个单字本身它的词性 这种动词本身它的词性已经变成形容词了 所以它通常都会搭配一个很类似像b动词的东西 比如说我正在跑步叫I am running 我不会说I running 好,那先讲解到这边 等一下我们会细讲 我们来看这个单元我们挑到的一个金句good quote I have learned that 我已经学到了一件事 什么事情呢 there is more power 有一个东西它更有力量 它有更多的力量 在哪里? 什么东西里面有更多力量? in a good strong hog 一个强壮的拥抱 一个有力的拥抱叫in a good strong hog 在一个有力的拥抱当中是更有力量的 那要跟谁比呢? 比就叫做then 这我们八年级有学过 then 跟in a thousand meaningful world 在一堆一千个有意义的话语当中来比 拥抱 有力的拥抱 胜过于千言万语 就是这个意思 好,所以我们把例句再念一次 I have learned that there is more power in a good strong hog than in a thousand meaningful words 那我们来观察一下这边 老师我有点不太懂 什么时候我会需要用到现在完成 是have加上PP 过去分词呢? 那我们来看粉红色那边的 那一段文字 好,那通常现在完成式 是代表持续到目前为止 从过去一个时间点 一直持续到现在 那代表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已经持续多久 或曾在这段时间里面 你曾经做过几次 所以表达已经怎样 或曾经怎样 我们到目前为止 我们都会用现在完成式 好,那我们来开始看 我们这个单元的grandma notes 文法重点 现在完成式很简单 我就是先把我的动词 加上ed变成过去分词 我们有这种过去分词 我会简称它为PP OK,它是一个形容词 那因为这个动词变成形容词 所以我要搭配另外一个动词 因为一个句子最重要的就是动词嘛 那这个动词呢 我很特别 我不是搭配B动词 我搭配另外一个动词 叫做have和has 但是要记得哦 这边的have跟has 是没有任何中文意思的 所以你不需要翻译成有 也不需要翻译成吃 所以比如说have tried 就叫做曾经尝试或已经尝试 好,那现在完成式呢 通常是代表一个 持续一段时间的动作或状态 那在现在完成式呢 因为它用到了PP分词的形式 所以呢 它很类似我们青年级学过的 另外一种文法叫做进行式 进行式我也是把动词变成一个分词 但是我是变成现在分词ing 那这时候我会搭配一个动词 另外一个动词叫B动词 好,那我们来看例句 看一下我们常用的 现在完成式的时间有哪一些 例如第一个 已经 already 它通常是用在肯定或问句当中 这个圆圈就是肯定句 那放在哪里呢 句子当中或句位 比如说have you already eaten 你已经吃过了吗 或者是I have eaten already 我已经吃过了 我把 already放聚位 好,另外一个是还没有啦 Not yet 还没有上位 那这个用在否定或问句 譬如说 Haven't you eaten yet? 难道你还没有吃过饭吗? Haven't you eaten yet? 好,再来 第二个常常会 所以这边已经或上位都代表 从以前到现在 到底你已经做还是还没做 好,另外一种是代表跟经验有关的 好,比如说 曾经 ever 用在问句 Have you ever been to the USA? 你曾经去过美国吗? 从以前到现在你去过吗? 这是一种经验 好,回答 我从来没去过 No, I have never been there 或是I never been I have never been there 或直接 No, never 都可以 好,那另外一种用到时间 现在完成式的是 比较特殊的代表 自从 比如说从一个时间点 持续到现在 比如说自从2012年开始 我用since 2012 比如说自从2012年开始 我就一直很努力读书 I have studied hard since 2012 好,那另外一种讲法 我也可以说 到目前为止持续了两年 我独立读书这个状态 已经持续两年咯 所以变成 I have studied hard for two years OK,那现在大概了解 现在完成式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它基本的造句 这边我有个例句叫 自从妈妈回来 她一直待在房间 那在哪里在哪里 我们都用B动词 比如说我在台北 叫I am in Taipei 我一定是用B动词的句型 好,所以我们来看例句一 肯定句 好,我会变成 she has she has我们很特别 可以缩写成she is she,然后一撇s 但是跟she is的缩写是一样 OK she has been in the room since mom came back OK,所以她一直都待在房间里 自从妈妈回来 那这边很特别的是 待在房间 我是要用现在完成式has been 但是妈妈回来 这个时间点 它是一个过去的时间点 所以自从妈妈回来 妈妈回来这个动作 我要用过去是 since mom came back 好,所以之后你们的例句 都要注意这个地方 好,那第二个 如果改成否定 就变she hasn't been in the room since mom came back 那你说老师这边 为什么不是用助动词再加have 那很特别的地方是 我刚刚特别提醒你们 现在完成式这个have跟has 它的词性是类似逼动词 那这个being是逼动词的pp 它是一个形容词 OK,所以呢 我的否定就是用 类似逼动词的否定 比如说 它步高叫she is not tall 我就在意思的后面加not 同样的 它没有呆在房间 就是she has not been in the room has not缩写变成hasn't 好,再来第三个 那如果改成问句呢 自从妈妈回到家 她是不是一直都呆在房间里呢 她会变成has 所以还是一样 问句我们是逼动词掉到前面 所以我就这一个 现在完成式我也是一样 把类似逼动词的这个has 掉到前面 就变成它的问句了 has she been in the room sins mom came back 好,再来第四种 我用how long 通常现在完成式 我们会搭配一种问句 叫到底持续多久了 好,所以 到底她待在房间 已经待了多久了 到目前为止 how long has she been in the room 好,那我们看完了 类似逼动词的 这个现在完成式的have 或has 之后我们来看一些很特殊的动词 好,第一个 去过就是曾经待过 待在那里 那我们刚刚说 在哪里我都是用b动词 所以去过我就用b动词的pp变成bing 那已经去了 去叫做go嘛 已经去我就要用gone 好,那我们来看例句 他待在台北 他在台北叫he is in Taipei 那如果我要说他曾经去过台北 他曾经待在台北过 叫做he has been in Taipei 好,那再来例句二 他去台北我们正常的讲法叫he goes to Taipei 那如果我要改成他已经去台北 我要把go改成他的pp变成gone 变成he has gone to Taipei 那右边要注意一下go的动词三代背一下 go went gone 这个gone是过去分词 好,那例句二 他已经死了二十年了 那这个很特别的地方是die这个动词 我们不可以用现在完成式 因为它是个动作 而死亡这个动作 我们没有办法一直持续 那死亡这个动作 我们最常用的是两种事态 一个叫做过去是he died yesterday 昨天死了 或者是进行式 I'm dying, I'm dying 我快要死了,我快要死了 好,那所以他二十年前 他已经死了二十年 就是他二十年前死亡了 he died twenty years ago 那你说老师 我真的很想要表达持续 他的死亡状态持续到现在 我可以用什么字呢 我可以用形容词dead 好,这时候我会变成 he has been dead for twenty years 我把那个 因为dead是一个形容词 所以我一定要搭配一个b动词 那这边b动词的线材完成式 就叫做has been 所以变he has been dead for twenty years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有一些动词 它要变成过去分词的时候 它的变化是不太一样 我们来看总共有五类型 第一类型都很简单 叫规则 它的过去式是加一T 它的过去分词也是加一T 比如说played,studied,planned 那第二种呢 我们叫它abb 也就是它的过去式跟过去分词 长得一模一样 比如说by,boat,boat 它的过去分词还是boat have,had,had win,wong,wong 这种叫abb的形式 第三种我们叫它abc 这种要花时间去背了 因为它的过去式跟它过去分词 根本长得不一样 例如飞的动词三态 现在是叫fly 过去是叫flu 过去分词变成flung fly,flu,flung 去变成go,win,gong 看叫see,so,sing 那学保师建议你们 在背abc这种形式的时候 一定要用念的 还是一样 背英文请用 你反复念一百次 胜过语你超一百次 不要用超的 用念的fly,flu,flung 狗,win,gong see,so,sing 第四种我们看到最开心了 因为它的现在式 过去式 过去分词长得一模一样 比如说读re,read,read 虽然发音不同 但是拼法一样 切,cut,cut,cut 放poo,poo,poo let,let,let 让我们让谁谁 或者花费cost,cost,cost 好,第五种很特别 它叫aba ba这种不多 最常见的就这两个 来叫 come,can,come 所以变成也变成 变成它也是一样的形式 become,became,become 它的过去分词长得跟原型动词一模一样 OK,有了基本概念 我们可以开始练习咯 例句一 he is a teacher 他是一个老师 现在我要加入一个时间副词 for ten years 持续十年了 他当老师已经持续十年 这时候很简单 你就看 我把粉红色的b动词先圈出来 我把b动词变成 现在完成式 现在完成式有两个东西 我先把这个意思变成 pp,beam 那因为beam它是一个形容词 所以我要搭配一个很类似b动词的动词 叫做has 三单用has 不是三单用have 所以这个答案就变 he has been a teacher he has been a teacher for ten years 好,例句二 he works in the museum 他在博物馆工作 现在我要加入持续十年 for ten years 同样 我把work圈出来 我先把work变成一个过去分词 worked 好,那worked 它本身是一个形容词 所以我要再搭配一个类似b动词的动词 叫has 好,所以他已经工作 叫he has worked in the museum for ten years 好,例句三 这是一个问句 is he playing video games now? 现在我要把now再改变 变成since two hours ago 自从两个小时以前到现在 他是不是一直都在玩 那个video game 好,那还是要先抓动词 那在抓这个动词的时候 例句三 特别注意 请你不要抓到playing哦 playing我们已经讲过了 加上ing这种叫做分词 只要它是分词 它都是形容词的形式 所以这句话真正的动词是ese 你要把这个ese改成 现在完成式has been的形式 所以它改成 它改变了之后 改成现在完成式 会变成he has been 然后继续加上 playing video games since two hours ago 哇,老师真的是有点诡异 对,他有点诡异 好,所以我现在要开始跟你分析 这种叫做现在完成进行式 我先把这个动作用ing来表达持续的感觉 接下来我再把这个逼动词用现在完成式来表达 所以变成has he been playing video games? 那这种现在完成进行式表达的是持续不断 但现在一直持续在进行当中 好,那再来看例句四 Did he study yesterday? 他昨天有读书 现在改成since he came home 自从他回到家 他是不是一直在读呢? 好,还是一样抓动词 那第一的是一个住动词是不用管 我们真正要抓的是那个study 好,所以我先把study变成一个过去分词study的 接下来我要搭配一个很像B动词的has 跟他搭配在一起 所以他的yes no问句变成 has he studied since he came home? 是不是自从他回家他就一直在读书呢? 好,例句五 We have known,这边的known,k-n-o-w-n 是知道的过去分词 我们已经认识他for almost ten years 那这边持续几乎十年我要来造原文句 所以我要用到的疑问词就是我们刚刚学到的 到底多久,多长多久叫how long 所以你们已经认识他多久呢 变成how long 问句记得要把have掉到前面来哦 how long have you known him? 好,最后一个例句 he didn't finish his homework 现在我要加入yet 那刚才有学过啊,yet叫做上位 他是直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做这个动作 好,那所以我要把didn't finish改成现在完成式 先抓动词finish 把finish先改成过去分词finish的 接下来我再把他的搭配的那个动词has 改成否定hasen 所以答案就变he hasn't finished his homework yet 他尚未完成他的功课 都没 fakta 剩下的 他的身份 我事我做啤酒 我感谢你